首场比赛拿下开门红之后 客队今天来到客场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看看他们能不能在客场 再次拿到胜利呢 这似乎有直接突破的空间 好球 非常精彩的零空车车 打得太棒了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次起了一脚高球越过防线 最后这脚推射 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马里卡托托 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华展成功 球被防守断下 这个球的位置已经很深了 才说到这次进攻打得漂亮 他们就把球丢了 经不起表扬 真是非常危险啊 真是非常危险啊 幸好他拦到了球 看看张瑞的处理 盛门被放着队员 封堵了 传给了王珊珊 可以起脚了 没进啊 门将站出来化线为夷啊 球又被他们拿走了 他们的机会来了 尝试打门 这球打到横梁上 又弹了回来 后卫化解了这次险情啊 看来今天幸运女神 并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 这个球的处理 应该说相当完美 最后的打门 却被门框挡了出来 他们还必须要重新 寻找半屏比分的机会 这没什么办法 继续加油吧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尽管比分落后 他们也并不着急 很大胆的防守 这个区域啊 就已经能够威胁球门了 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 来人支援了 比赛场上风云变换 刚刚说这球很有希望 这就被对方打脸 接走了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直接在进区内 用抢断夺回了球权 给了对方一个借外球 他还在继续带球 往对方球门推进 断下来了 好样的 艾伦怀特 对手的B强已经快到位了 网霜 效果还是有的 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赶门 这脚射门 没能逃出门将的手掌 唐佳丽 他这一路向前盘 奔着球门就去了 绝强的机会啊 球进了 双方的差距现在是两个球了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事业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这个机会本来是非常好的 但是防守队员抢先将球破坏掉了 他出现了失误啊 直接把球带出了边线 这不应该啊 这个位置啊 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 把球铲出边线了 对方获得一个接外球 埃伦怀特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 米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虽然做出了解围 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 危机依然还在 球直门球门而去 化解了一次进区附近的攻门 卢家辉 重新夺回了球权 文迪勒纳 埃伦怀特 进球机会来了 门将把这球拒之门外 不过球还在场上 这次机会最终还是没能转为进球啊 刚才这个球啊 不得不说门将拯救了自己的球队 他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一名优秀门将的应有素质 门将这样的表现啊 全队的信心那都会提升的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 他及时阻止了对手的攻击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但是希望被他们自己掐灭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我们看到球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场休息结束 法国姑娘们开球 拉开了下半场的帷幕 他们又一次推进到了危险地带 看看楼家会的处理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门将很稳啊 直接把球抓下来 格拉斯 格尤罗 拔杀拿球 桑迪 巴尔迪摩 财尔迪摩的哨声响起 犯规了 这是玛丽卡托托 图救的质量很不错 看起来并不着急起球 球出了底线 接着发脚球 开出的脚球飞向了进区 这个球踢得不够远 没有起到解围的作用 机会不错 但是被化解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看看楼家会的处理 边才举齐了 示意这球越位 我差点没看出来啊 塞尔玛拔下 卡托托拿球 这是玛丽卡托托 和门将一对一的机会 漂亮 尽管这次啊 是个越位球 但这个门将的发挥 值得表扬啊 王珊珊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距直入吗 防守队员没有放过这次横传 脚球开出来 到了进区中央 有机会 前两队员的就地反抢做得很好 争取到了额外的进攻机会 整点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 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转中备解围了 球拳一主了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这个球啊 看起来有机会 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这次是他拯救了球队啊 埃伦怀特 这球能缩小差距吗 文将飞针把球哭出 场边已经在准备换人了 这个角球掉到了进区中间 精彩的扑救啊 这么近的距离 他也能扑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前场断球了 好机会啊 第二分卡斯卡里诺 这是玛丽卡托特 这次封堵啊 太漂亮了 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球门后面的球迷都已经准备庆祝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 是 文将直接瞄准对方脚下的球出击了 精彩的一次想断 格雷斯 格约罗 球在他们脚下了 实在没办法摆脱对手 只能被逼出界了 距离常规时间结束 只有十五分钟了 他们在禁区附近这个球穿的是不错啊 但光这样不够啊 他们必须要创造更多机会啊 才能追平落后的两分 编才聚齐了 越位 楼家慧 王双 视野很开阔 明显的机会 这球肯定有了 是空门啊 世界上十大未解之谜 为什么门将不守门呢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 抓住对方漏洞 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塔迪迪亚图 迪亚尼 看看这次船中效果如何 这球对门将来说难度不大 往双 往双 交给了巴尔迪摩 萨尔玛八下 这个抢断没有控制好 球出了边线 上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格拉斯 格尤罗 交给了巴尔迪摩 格雷斯 格尤罗 第二分 卡斯卡里诺 控球没空中 球权交到了对手脚下 哈迪迪亚图迪亚尼 反击的时候到了对手也被影响了 对方在自家后院丢球了 机会 这里进球呢 对比分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毕竟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被改写成 三比一了 直接打远射 打的是不错 但是门家还是很轻松的扑到了球 比赛到此告一段落